关云长用青龙刀挑过来曹丑所赠的那件锦袍,然后他驳马上了关道。 曹丑看云长去了,自己心里头好难过,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文武回了他的许都。 云长催马来到关道上,他寻找的车辆,一直找出了将近三十里路。 也没看见二位扫夫人的车达。 哎呀,这时候云长心里可有点发慌了。 是不是曹丑相跟我使用了什么计策呀? 不能吧。 就在这时候,云长只见从远处山头上飞来一匹战马,马上端坐了一个人,年纪也就在二十几岁的样子。 他在马脖子底下悬挂了一颗人头。 这人来到云长的跟前,摆马勒住了,他问了一声。 请问前面这位将军,你尊姓大名。 云长赶忙把青龙刀这么一横,上下打领这个人几眼。 云长心中暗想啊,这人是干什么的? 难道说二位黄嫂的车账被他给劫走了吗? 他杀的这个人又是谁呢? 云长不能不小心啊,这是什么时候啊? 他心里都着了火了。 现在这么半天连车上的影子都没看见,突然来这么一个陌生之人,哥谁也得想一想啊。 现在他在问自己,姓氏名谁? 行不更名,做不改姓,我乃关于关云长。 哎呦,对面这人怎么一听,赶快滚安下马。 哦,此位就是展燕良中文丑的汉寿亭侯。 我多有失敬。 说着,给云长磕了一个头。 云长没下马。 怎么回事呢? 这什么时候啊? 下马我中了计怎么办呢? 我来问你, 你是什么人? 哎呀,二将军, 我姓廖名画自圆简。 你在此作甚, 挥禀二将军, 我在这乱世当中走投无路, 如今是孝聚山林。 我聚集了五百几十个兄弟, 就在这儿战山为王了。 哦, 那么你为什么前来见我呢? 启禀儿将军。 我手下有一个同伴, 他姓杜明远, 下山巡哨。 他就把二位夫人的车账结上山去。 我一问, 这才知道感情是大汉皇叔刘玄德的夫人。 当时我立刻给二位夫人赔了情, 施了礼, 可是我这个同伴杜远, 他不答应, 破口辱骂我, 我这才想他杀了。 您看, 说着他一指马脖子底下那颗手机。 云长一看, 我来问你, 二位夫人车账安赞, 两位夫人在什么地方? 现在山上, 赶快请下山来, 是。 这廖话给关公施了一个礼, 随后他这么一招手, 有打那树林子里边下来一二百号人哪。 其中也有关云长的那些随从人等, 二位夫人的车辆也推下山来。 云长这才把随从叫过来这么一问, 到底是怎么回事? 随从这才说, 二军侯啊, 好险啊, 我们推车走在山前, 也就是这个地方, 遇上了一个山寇, 把两位夫人和我等全都给结上山去了。 这个山寇姓杜交杜远, 他跟这位廖将军说, 说要把两位夫人一人一妻, 他们就给分了。 这位廖将军一问才知道是皇叔的夫人, 他当时给夫人磕了头, 就把那杜远给杀了。 哦, 云长赶快上前, 见过两位夫人, 二位嫂嫂, 瘦, 惊妙, 他身识一礼, 两位夫人确实吃惊飞笑啊, 哎呀, 二叔啊, 若不是宇生廖化将军啊, 我等皆被这杜远, 山泽所如。 云长听着这杜财转过身来, 给廖化十一礼, 多谢渊谨将军, 哎呦, 二军侯, 我怎么敢受您的礼啊, 二军侯, 您带的这人太少了, 我知道了您这事上河北去投您家兄长, 不过这点人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, 我给您二百兵兵吧, 云长一听, 心想不能要, 怎么回事刚才廖化说得很清楚, 说在这乱世当中逼得他走投无路, 他才占山为王, 那么他招来的这些人呢, 都是些山林草寇, 我怎么能要些这样的人, 保护二位黄嫂呢? 呃, 廖化将军, 不必了, 这些人呢, 已经够用了, 哦, 那么二将军, 您看我再给您拿些穿姿吧, 就是我再给您带点路费的, 云长摇了摇头, 心里说曹丞相一盘满满当当的黄金我都没要, 我怎么能要草扣的金银, 廖化一看, 给人马二军侯不要, 给川子路费二军侯不收, 这怎么办呢? 要不二军侯我放火将山寨一烧, 我随同您去吧, 我愿在安前拿后侍奉君侯, 云长看了看廖化心说, 这个小伙子不错, 不过他当过山带王, 这性子很野啊, 现在收他也不是石块, 咱们来日方长吧, 现在云长算勉强答应了, 说可以收廖化, 后文书还真把廖化给收了, 廖化听得这声, 又跪下给云长磕了一个头, 然后站在高坡之上, 目送君侯登城上路, 云长催赶着这些车帐, 往前走着天渐渐的黑了, 他手下的丛人过来提醒君侯, 天气可不早了, 要是上不招村下不招店就不好办了, 应该早早的投诉, 因为二位夫人这一路上也很牢发了, 还担着惊受着怕, 云长一听有理啊, 他举目一看, 前面黑呀呀五沉沉, 你看, 不是村庄便是镇店, 我们就在此处投诉, 遵命, 果然前面是一个小村, 村子里面有一家大户, 也就是这一村之主, 此人姓胡明华, 云长带着人来到胡华的门前, 这位胡老丈是远街高营啊, 街到外边来, 给云长将军使了一个礼, 请问, 您这是由何处来向何处去尊姓大名呢? 老人家, 我有许多人来, 去河北寻寻我家兄长刘全德, 某姓关, 刚说了这么一个字, 这老人惊叫了一声, 哎呀呀, 莫非您就是白马坡斩过燕梁, 在严禁诸过文丑的汉寿亭侯, 关于将军, 不才正是, 哎呀呀呀, 我想望将军飞之一日, 没想到我, 将军今天贵族塔建地, 来在我的韩社前, 真是一宝老汉之眼福, 快快快, 请来上座, 他要把云长请到客厅, 让到上座, 云长将军一看不行, 因为车上还有两位黄嫂, 哦, 二位夫人, 快请快请, 老汉跑出去, 把两位夫人亲自接进来, 坐到了客厅之中, 再看云长将军, 望两位夫人身旁那儿插手而立, 站那儿, 胡华老汉一看, 哎呀, 君侯, 您怎么不坐呀, 老人家, 二位尊嫂在上, 我应敢就坐, 嫂子在这儿呢, 我怎么敢坐下, 看凶, 敬嫂啊, 这老汉才明白, 哎呀, 对对对, 他敢忙到后边, 把他老伴请出来了, 你快把两位夫人请出后堂, 胡把这老头给忙的呀, 又杀鸡又宰羊啊, 然后他亲自在前面这儿陪着云长将军, 九过三巡菜过五位这一谈话, 云长这才知道, 感情这位胡华老人哪, 不是一个村中的长者, 老庄家胡, 感情在环帝在位的时候, 他曾经坐过义郎, 后来治室归乡了, 因为宦官当道, 这个差事没法干, 所以啊, 什么叫治室呢, 就是辞官, 老头就回老家来, 现在乐手田园吧, 他一问云长的这去向, 说是到河北元少那儿, 找他的兄长刘备, 哎呀, 胡华听着这会儿连连摇头啊, 面有难色, 云长一看, 嗯, 老先生, 您说我此行前途艰险吗, 哎呀, 二军好啊, 您不问则已, 您这一问, 我可不能不说了, 您此去呀, 是有五官之主啊, 哪像您想的这么容易, 曹丞相把您亲自给送的城外, 又赠金又赠袍, 对您不错啊, 可是我问问您, 他给没给您一纸文凭啊, 呃, 这个, 云长听着这会儿把酒杯停住了, 没有, 嘿嘿, 看来他还是有刘将军之意, 赠个您几件紧头, 就把金子堆成衫, 才过北斗, 也不如给您一张文凭啊, 那您好从这几官过去啊, 云长一听招啊, 怎么, 胡老先生, 您所说, 这五官是哪五官, 都有哪些将帅, 在此镇守, 哎呀, 云长将军, 这官口啊, 都非常险要, 而是一人把守, 万夫难出入啊, 您明日要离开碧庄, 就是离开我这小村啊, 恐怕, 行路不多远, 就要到东岭关前, 这就是您要过的第一官, 东岭关守将姓孔明秀, 此人十分骁勇, 跨下马掌中刀, 您想想, 要没有本领, 能不能让他在此守官呢? 第二官, 那就是洛阳, 洛阳太守寒俗, 他手下有牙将姓孟明坦, 此人年纪虽轻, 但是足智多谋, 第三官, 您要过是四水官, 四水官守将, 姓便骄便吉, 此人跨下马手使一队流星锤, 也十分了得, 您要过的第四官是行阳关, 那行阳太守王侄, 就是便吉的亲家, 这亲家说白了, 就是庆家, 第五官, 恐怕就是黄河渡口了, 尤其这五官更为难过, 黄河渡口有一员大将在那儿把守, 他是夏侯敦手下第一流的猛将, 老将军蔡阳的外甥, 此人姓秦, 明齐, 嘿嘿嘿, 云昌将军, 就是您这匹马单刀, 带着二十几个随从, 要想过五官, 我有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, 老先生有话只管请讲当面, 恐怕呀, 您就是插胜双翅, 也难以飞过, 胡华老人几句话不多, 说得云昌心情十分沉重, 喝了一顿闷酒, 第二天, 吃过早饭要走了, 云昌这才辞别这位胡华老人, 滚弄来此打扰了, 哎呀将军, 这算得了什么, 对了, 您此去, 我但愿得平平安安度过五官, 您要走在行娘的时候, 说着话, 老人帝国一封书信, 这是我给我的孩儿写的一封信, 我儿胡伴就在太守王子手下做从事, 一旦您的安前马后要有用他之处, 把这封信交给小儿, 哦, 多谢先生, 云昌把信交给手下的随从带好, 老胡华一家人, 把云昌将军和两位夫人给送出老远, 这才共手分别, 云昌催动车杖直奔东陵官而来, 走着走着, 只听前面一声号泡响, 呆, 云昌催, 用手一带缰绳, 手提青龙大刀, 举目远望, 只见从东岭关上, 下来一哨人马, 为首的一员将走到最前面, 此人就是东岭关首将, 孔秀, 孔秀昨天就知道了, 说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, 亲自保护车杖, 要过东岭关, 嗯, 孔秀纳闷, 这位将军与众不同啊, 听说是我家丞相最好的一位爱将, 而且还是爱将家挚友, 不单是丞相喜欢的一位将军, 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, 三日小宴, 五日大宴, 上马献金, 下马赠银, 曾经献美女十名, 锦袍一剑, 赠过赤兔烟之兽, 怎么丞相把这位给放出来了, 这是要上哪啊, 说过东岭关, 过关兴啊, 只要有丞相的文凭, 我呀, 还得远接高营, 而且是酒饭款待, 我得送出几十里去, 孔秀纳正在想着, 探视马来报, 说关云长车账已到关前, 哦, 来得够快啊, 赶快出关乡营, 叫这么着他就接出来, 云长一看东岭关守将来了, 仔细瞅啊, 头眉顶盔, 身眉挂甲, 手无君弃, 不像是来拦截打仗的样子, 这时孔秀已经翻身下马了, 共守十里, 不知君侯下道有失营牙, 东岭关守将孔秀, 这相有礼, 云长赶忙把青龙刀交给随从, 自己是翻身下马, 这得下马还礼了, 那当然, 这是骑马的礼节了, 哎呀, 孔将军, 云长来得鲁莽, 魂望孔将军海涵, 岂干, 不知二军侯从哪里来意义何往, 孔将军啊, 我这是由许都而来, 去河北前去寻兄, 找我家兄长刘玄德, 哦, 孔秀听那眼珠一转, 从许都来, 那甭问是从曹丞相身边来呀, 二军侯, 河北元绍, 乃是我家丞相的对头, 将军此去, 不用问, 一定有丞相过关文凭, 关云长听的那会儿把眉头一皱, 哦, 孔将军, 我行路过于急迫, 没有向丞相讨得文凭, 我走得太急了, 这文凭我没有, 哦呀呀, 孔秀听到这挺为难啊, 云长将军, 这么办法, 您先到关中歇息歇息, 带我派人去许都禀过丞相, 然后我再送您出关, 孔秀话说得挺客气, 可是呢, 他不让关公走啊, 云长一听, 哎呀, 孔将军, 如果你要去到许都禀国丞相, 那不耽搁了我的行程了吗, 这个, 二君豪, 这是法度所据, 我不得不如此啊, 没文凭啊, 休想过关, 云长一听就明白了, 他要拱了拱手, 拱秀将军, 虽然我没有文凭, 可是丞相亲自把我送出许都, 再桥头赠金, 你来看, 说的这, 他让孔秀看本自己那件锦头, 这就是丞相所赠, 他亲自给我送行, 我虽然没有文凭, 可这也就够说, 他要不让我走的话, 他能亲自送我吗, 你就放我过去得了, 就是这么个意思, 孔秀一听摇了摇头, 二君豪, 我不管丞相赠您几件袍给您多少金, 还是把您送出许都多远, 如果丞相一直把您送到东岭关, 那我没这么些话说了, 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, 丞相陪您来的, 那我有什么说的, 现在您想空口无凭, 从此过去呀, 不行, 哎呀, 人长把眉头一皱, 孔将军, 怎么说, 你是不许官某过你的东岭关, 呃, 不是, 二君豪, 您一定要过也行, 那您就自己走吧, 到河北去寻您家兄长, 您就把车辆老小站起流鱼关中, 呸, 云长一听话, 这还了得, 你想留下两位黄嫂做人质, 不成, 说到点儿, 把残北帮长这么一条, 把凤木脏起来, 回手, 就由他随从手里头揭那刀去了, 孔秀一看不好, 他磨头就跑啊, 飞身上马带着人, 哇, 进了东岭关了, 云长担心了, 担心什么呀, 怕他进在关里边, 哗啦一下, 再把锁一上关一壁, 多被凋零和滚木, 那自己就过不去了, 现在再上马追他有点来不及了, 感情孔秀并不是跑到关里头猫起来了, 他干嘛去了, 顶盔灌甲, 照跑树带, 然后带领着人马, 优打东岭关里杀出来了, 他这往来一杀呀, 云长倒高兴了, 为什么呢, 只要你跟我一打, 我就过关有望, 孔秀二次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, 呱, 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, 呵呵, 关羽, 别看你在白马坡前斩过燕梁, 在严金渡口, 诸过温手, 死出东岭关, 非白马所比, 这儿也不是炎凉文丑, 你可要多加小心, 我许可你过关, 我这条枪不放, 哼, 云长一听娃娃, 撒马过来, 两个人往前一催促就, 二马一打对头, 孔秀想在云长跟前走几个回合, 哪儿那事儿, 只一个回合, 只见青龙大刀, 刀起刀, 我看他, 一刀, 批孔秀与马下, 孔秀那些军孝一看, 我的个天哪, 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, 跑, 要跑, 云长将军把青龙刀一举, 军孝等, 不要脱刀, 你们不要跑, 我杀孔秀是迫不得已啊, 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守住东陵湾, 我就从你们这儿一过, 我借你们大家的口, 回复许都曹丞相, 就说孔秀与加害于我, 我迫不得已, 才刀斩了孔秀, 真是这么回事, 这孔秀啊, 什么也不明白, 他拿他自己比严良文丑, 那不差远了吗, 所以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过来, 这些军校也明白, 二军侯且请放心, 我们一定好好回复丞相, 请您在关中暂且休息几日吧, 不必了, 云长摆了摆手, 心说我怎么能够在这儿待, 我得赶快走啊, 他保护着车辆, 尤打东陵关, 春关而过, 马不停蹄, 关云长这算闯过了五官的第一官, 是刀劈了手将, 孔秀, 这车站往哪走啊, 办第二官, 向洛阳进发, 贪神马, 已经飞报进了洛阳, 洛阳太守韩服, 下了一机灵, 我这个天哪, 关云长夺关斩将, 保护车账已经从东陵关过来, 奔我这儿来了, 我怎么办, 他赶忙, 据众将商议, 他手下的那圆崖将梦坦, 这么一看, 将军不必担忧, 韩服瞪了他一眼, 心说你说得到踏实, 不担忧, 不担忧关云长来了, 你给我挡啊, 咱们可以不让他过去吗, 什么, 韩服一听不让过去, 就你我还有这些人, 咱们能挡得住关云长, 言良怎么样, 将军你听我把话说完呢, 我说咱既不让关云长从这儿过, 咱们呢, 也不伤害他, 韩服糊涂了, 那得怎么办呢, 咱把他捉住, 捉住之后送到了曲东, 交给丞相, 哎, 不担咱们立功, 而且咱们还能请赏, 哎, 韩服一听这主意不赖, 你快说, 那得怎么才能把这一位虎将捉住呢, 我看这么办, 等关云来了的时候, 我领仪少人马, 假意跟他打, 打一打, 我打不过他, 往下这么一半, 随后您多准备, 绊马锁和崩腿绳, 再预备些弓箭, 可别把关云长射死, 最好把他那赤兔马给他绊倒, 哎, 言之有礼, 把, 跑上来, 汗寿停后, 车丈一到关前, 再探, 快, 孟坦领着人马就出去, 和关公打了一个照面, 他就往回拜, 关云长催马就追上来, 孟坦没想到, 云长这马这么快, 他听耳后生风, 咱们一回头头还没等回过来, 脑袋掉了, 门旗后边藏着的韩服, 哆嗦了, 韩服一看怎么这么厉害, 啊, 卡, 他赶快用尽全身力, 一拽给弓箭, 他用尽太猛了, 弦断弓翻, 云长听的那边有点动静, 怎么一甩脸, 只剑门旗后飞出一支箭里, 这真是鸣枪异动, 暗箭难防, 只听咚的这么一声, 这支箭正中云长, 是红光崩陷, 文字幕了解,